過去這兩天,我們都派了小隊去到晉陽村 已經幫助超過400位從湖北回來的香港市民 收取了樣本去化驗 當中有217個是呈陰盛的 當中包括13位的孕婦 而這些孕婦,我們今天就會安排 當中的8位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呈陰性反應 懷孕25週以上的孕婦 去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做產前檢查 這些孕婦離開檢疫中心之前 他們會先接受體溫檢查 如果有發燒或是他們有呼吸道的感染症狀時 就不會進行產檢 而孕婦送往醫院期間也會配戴口罩 抵達醫院後,院方也會幫他們進行風險評估 包括量度體溫 如果有發燒或是呼吸道感染症狀時 就會安排他們去到急症室 接受隔離和進行一步的檢查 另外,檢查的診所裏面 現在也沒有其他病人 而我們的同事也有合適的保護裝備 好嗎? 還是得向靜 然後再試試試試試看 我們下部相關的檢查